拜登名言軍事防衛台灣 美國劍指中共強勢回歸印太 美國支持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 日傳媒人說布局圍剿中共 趁火打劫 中共黑客攻擊盟友俄羅斯核心軍事技術 上海封城全外國人墜樓身亡 大富豪作戰自己引發熱議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5月23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美國總統拜登5月20日到24日 訪問韓國和日本 釋放出強勢回歸印太地區的信號 拜登在訪問日本時 發表了兩大重磅聲明 第一表明如果中共入侵台灣 美國將會軍事干預 第二聲明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分析指出 拜登的亞洲之行 正式開啟了圍剿中共的進程 23日 拜登在東京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 當記者問及 如果台灣受到中共攻擊 美國是否會保衛台灣的時候 拜登總統直言 是的 這就是我們做出的承諾 拜登說 我們同意一中政策 我們簽署了該政策 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附帶協議 他補充說 不過中共嘗試對台灣使用武力 是不適當的 Not appropriate 他說 這個將會令到整個地區含入混亂 是另一個類似於在烏克蘭發生的行動 拜登還警告說 中共軍機靠近台灣 是在台海玩火 他希望這樣即是入侵台灣的事 不會發生或被嘗試 並且表示 美國對台政策一點都沒有改變 朝日新聞認為拜登這次明確表達防衛台灣的發言 已經跨越歷任美國政府的戰略含糊 值得一提的是 在拜登總統表明對台防衛清晰化之前 白宮和中共外交部之間 在台灣問題上 剛剛結束了一場正面交鋒 5月22日 美國駐華市領館 在他的推特上 用簡體中文 看出21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公開糾正了中共對台灣問題 長期以來公開的錯誤表述 推文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公開錯誤描述美國的政策 美國並不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仍然致力於我們長久以來 不分黨派 在台灣關係法 三個聯合公佈 和六項保證指引下的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國務院對台灣問題的這段直白表述 背景被指是 針對近期 包含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和中共黨媒環球時報都將中共的一中原則 套用到美國政府 趙立堅 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美方應該隔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布規定 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停止這世衛大會炒作涉台問題 環球網就將普萊斯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 直接寫為普萊斯重申 美國堅持一中原則不支持台獨 大紀元專欄作家張天亮表示 中共一直在公開曲解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這次美國不客氣地指出他的錯誤 不同凡響 明顯已經做好了 如果與中共抹面之後 對可能發生的衝突做好了準備 張天亮說 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裡 對一個中國的表述是acknowledge 也就是知道了 只有一個中國 並不是承認中共政權代表的中國 因為當時美國交好國民黨政府 國民黨政府的蔣介石還打算反攻大陸 而中共也聲稱要收復台灣 美國是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 做出一中政策的表述 美國的意思很明確 就是國共兩黨都說自己對中國擁有主權 都表示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件事美國知道了 但是美國從外交上並不偏向任何一方 採用了對國共兩黨都交往的政策 這就是美國的一中政策 張天亮表示 長期以來 中共刻意地將美國的一中政策 解釋成為中共自己的一中原則 美國也一直沒有直接指證 這次美國國務院直接落中共的面 還用簡體中文直指中共 是公開錯誤描述美國的政策 這個舉措釋放出的信息量很大 預計在拜登的亞洲之行 做相關的配合行動 23日 美國總統拜登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談 雙方都認為 有必要改革和加強包括安理會在內的聯合國 拜登表明如果能實現安理會改革 支持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 美日兩國首腦在當日召開了聯合新聞發布會 共同表示 美日將會擴大安全合作 建立國際秩序 共同主導全球性問題 據日本NHK 報導 岸田在會談開始時說 拜登此行訪問日本 展現出美國對印太地區的參與 岸田說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已經動搖了國際秩序基礎 像這樣 藉由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嘗試 無論在世界哪個地方 絕對不會被允許 拜登也讚揚岸田文雄 應對俄烏衝突中的領導能力 以及它加強日本防衛能力的決心 拜登說 強大的美日同盟 是印太地區和平和穩定的基石 兩位領導人承諾將密切合作 以應對安全挑戰 包括北朝鮮的核武和彈道導彈計劃 以及中共政權日益違反國際法的脅迫行為 美日兩國也同意在新興技術 供應鏈安全 清潔能源 醫療、衛生、氣候變化等領域深化合作 紀元頭條在上一集的節目中 分析指出 拜登這次亞洲之行的目的明確 就是構建對中共在軍事、外交上的遺剿 同時在經濟上將中共踢出自由貿易體系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也表示相同的看法 他20日在Facebook發文說 拜登先去南韓會悟新總統尹錫悅 主要是為了加固對中共的包圍網 矢板明夫表示 拜登跟著前往日本拜訪首相岸田文雄 商量如何對付中共 因為對美國來說 在俄烏戰爭的戰場上 目前已經掌握絕對的主動權 就好像玩遊戲打怪獸 俄羅斯這個怪獸已經打得差不多了 接著下來要開始著手準備和最大的波士交手 矢板明夫進一步強調 對付中共要從軍事和經濟相關齊下 在軍事上就是如何協防台灣 阻止中共在南海上的擴張 在經濟方面就是如何與中共切割 矢板明夫直指 如果世界上的第一大經濟體 和第三大經濟體真是全力聯手 那殺傷力是相當強大的 矢板明夫指出 中共方面對此非常緊張 先派出外交部長王毅 和日本外相林芳正談判 又派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和美國國家顧問沙利文談判 中共最怕的是 日美在首腦會談後的共同聲明裡 在台灣問題上有所突破 也擔心拜登訪問日本後 心血來潮抽半日時間去台北走一下 如果成真 中共在國際社會上鼓吹當年的一個中國解釋 將會瞬間瓦解 另外有分析指出 拜登和岸田文雄第一日的會談 表明了協防台灣 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加上之前 在韓國的時候也加固了美韓同盟 上述舉措基本在第一島鏈完成了對中共政權的圍堵 接下來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 以及召開四方安全對話Quad 將會推出令中共坐立不安的重磅政策 世界圍剿中共的大氣正在拉開 美國和他的盟友正在開始圍堵中共 中共對他的盟友俄羅斯就趁火打劫 一家網上安全公司checkpoint 最新發布一份報告顯示 中俄兩國雖然一直清興到底 但中共黑客不忘攻擊俄羅斯核心軍事技術 今年3月正當俄烏戰爭爆發之際 中共黑客通過電子郵件 有使俄羅斯的目標人物 其中包括老練的國防官員 下載惡議員檢情緒 這份郵件的主題看起來引人觸目 是關於一份因為入侵烏克蘭 而被美國制裁的人員名單 黑客還使用了高級技術 更好地隱藏了他們對被攻擊電腦的入侵 這份最新報告 由網上安全公司checkpoint發布 同時表示 中共的網上間諜 滲透範圍不斷擴大 連俄羅斯等被中共少人盟友的國家也不例外 這次中共攻擊的主要目標 是俄羅斯的機載雷達研發技術 這些機構提出軍事企業 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 是俄羅斯國防部門中規模最大 也是實力最強的實體之一 同一天俄羅斯總統普京召開網上安全峰會 誓言將會從2025年起 俄羅斯從軟硬件兩方面 禁止使用外國信息安全技術 會上普京旁敲刺激 雖然沒有明確點名中共 但顯然這對公開場合的老友 私底下 仍是存在著外界無法之想像的一面 俄羅斯暫時不會跟中共公開衝突 因為俄羅斯現在最害怕完全被國際孤立 所以暫時需要中共當個貌合神力的盟友 但是他們會跟中共拉開距離 不排除雙方未來會爆發衝突與對峙 過去十年 中國核心間諜機構 遮監俄羅斯的經驗招募人才 指使網上間諜 蝕取世界各國的知識產權 和政治軍事情報 直到目前 中共當局還沒有回應這個報導 上海封城近兩個月 有居民不堪忍受選擇跳樓自殺 5月19日 上海聯星麗景院45號樓 一位年僅26歲的外國人跳樓死亡 大量居民圍觀為他遠色 另一方面 上海富豪劉益謙在微信朋友圈發消息 介紹封城期間的情況 他說作戰自己 每天上午 居委會都會對社區assign 任務 核酸捉羊 即是羊性 而且時間上有規定 9點通知 中午12點結束 觀察了幾天 下樓捉羊的業主愈來愈少 或者大家都麻木了 皮都沒有了 但是日子還要過的 有些朋友為了擺脫上海 目前的無差別封城 寧願去隔離省 要隔離14天 都要離開上海往外衝 變化真是快 至於未來是否可期 思考也是錯的 劉益謙是中國商人和藝術品收藏家 他曾在2014年7月 在香港蘇富比春柏 投到大明城化年製的瓷器真品 鬥彩雞光杯 成交價是2.8124億港元 折合3,627萬美金 2014年秋天 在香港佳市得 豪訂3.48億元人民幣 敬得大明永樂年 預製次售紅夜魔堂卡 劉益謙主要靠投資股票 房地產和藥品起家 並且創辦農美術館 現任上海新利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天貿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劉益謙的留言 和頭髮亂洗龍的照片 引發民眾熱議 有民眾開玩笑地說 上海灘頂級富豪 在疫情下生活狀態也不過如此 2.2億買個茶杯 十幾億買一幅明畫的劉益謙 現在欠了一把梳頭髮的梳 還有民眾說 在大災面前 在共產黨手上 窮人、富人都一樣活得沒有尊嚴 不死得有口飯吃就不錯了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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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